首先,因為學校霸凌,令我不想讀書 我就覺得做好自己 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都挺現實的 如果你長得遲鈍或者長得比較肥 人家就會覺得你好欺負 最大的原因其實都是因為感情上的問題 可能有個女生跟你說 我喜歡另一個,因為你不靈性 或者是你不好看,你不夠聰明 慢慢慢慢就開始接觸到化妝 甚至是整容去提升自己 所以我都很希望幫到人 所以我就入了這個化妝行業 化妝這個行業是一門手藝 亦都是一門藝術 其實沒有男女之分 只是我覺得男生更加了解 女性需要些什麼 因為通常女性化妝 都是喜歡給男朋友看 或者是給你的異性看 之前有去做專櫃的化妝師 都會受過不少那種歧視的眼光 可能有一個伴侶帶女兒來買化妝品的時候 她會看著你 為什麼男生會做化妝師呢? 其實她的心都很暗 為什麼男生不可以做化妝師? 我覺得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之前我去了台灣、韓國、日本去進修化妝的時候 其實我學到一件事就是 化妝不一定是為了美麗或者什麼 其實是一種禮貌 可能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大多數人最多是結婚 或者你去晚餐 或者你去面試的時候 你一定會去化妝 但是在外國比較普遍了 比如說日本連蘇迪亞嬸都會化妝 所以我之前都會想一下 我在馬來西亞開一些火情班 給別人更加多知識 好像外國那樣 其實我覺得化妝不一定要化到一個人 變成另一個人為止 叫美 我覺得最重要是自信 所以當我幫人化妝的時候 我發覺化完妝之後 他的自信回來 或者是他人特別開心 其實我最大的滿足感是這件事 其實現在男生化妝 我覺得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化妝已經不是女生的專利 其實可能在網上 其實都很大的反應 因為之前都有試過 我覺得是藝術的作品放在網上 但是都會有一點點 有人會覺得 為何好好的一個男人去化妝呢 然後可能有人會跟你說 你的樣子像阿瓜 或者是 一些不太好聽的說話 但是我覺得 都是一樣堅持我的信念 就是做好我每一件事 你可以不用管別人的眼光 你最重要是做回自己 OK